當然它說 像半徑是A公分的一個半球形的容器 把它傾斜30度 那這樣子的話 會有很多的水流出去 剩下當然是水平的 那這個剩下 那問你說這樣子的話 那你到底倒掉了多少水 流出去的水是多少 那這個的話 原本當然它是一個像一個球形這樣子 一個球形 那球形這個切的平面 當然它這個圖形就是一個圓形 那這個圓形當然有什麼 這個半徑是A的話 X平方加Y平方要等於A平方 好 那現在倒出來傾斜30度 之後呢 你的這個球星如果在這裡的話 這是30度 那這邊當然也會是30度 那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球星如果原本的 半一半的 這個球的容量都是水 現在剩下這麼多 那我要求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的水是多少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個積分 那當然這個積分現在 不是繞X軸 那不是繞X軸不方便 我們就把它旋轉一下 旋轉成繞X軸 那記住這邊是30公分 那這個當然是你的球半徑 球半徑是A 所以我們把它旋轉一下 旋轉一下這個 過來這裡是30度 30度 那這裡是A 那這個當然是90 30、60、90的話 那這一段A這裡的話 當然是2分子A 所以你要求這個流出去的 本來一個半球的水 那剩下的是30度的水 那要求流出去的就是求這段的體積 那它繞X走旋轉 繞X走旋轉 這樣子的體積 那當然就是0到2分之A 積分0到2分之A 然後求出你這個 這個的 Fx會等多少 然後π乘0Fx平方 π乘0Fx平方 那就是一個圓 那這個圓呢 你再把它積分從0到2分之A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記出這塊的體積 好 那這個Y等於多少 那這當然是一個圓 我們說這個切平面是一個圓的 這個圖形沒有畫得很好 好 那這個是一個圓的話 它就符合X平方加Y平方等於A平方 X平方加Y平方等於A平方 那要求Y就是Fx 那就把X平方移過去 A平方-X平方再開封號 本來有正負我們舉正的就好 所以你的畫就會得到就是說 你的這個 這個Y呢就是這個 根號的A平方 減掉X平方 所以你要求的這個體積很簡單 就是積分0到2分之A 然後π乘0 這個Y的平方 然後底X 好 所以0到2分之A π乘0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開根號去掉 就變成 平方跟坑號去掉就變成這樣 所以你要求的是這個 那常數的積分就是A平方X A平方的積分就是A 加一個X X平方積分就是3分之X三方 然後把2分之A帶進去 減掉0帶進去 那現在A大一點 所以帶進去就是這樣 所以把它算一算的答案是 2分之11 π乘0A三四八 立方公分 看看有沒有 1分之11 1分之12 1分之11